全油管最快新闻,湖南易阳康阳医院决定于11月30日和全体员工正式解除劳动或聘用协议。 据相关人士透露,部分员工已前往易阳市政府。 易阳市卫健委表示正在处理中,并与员工沟通协商。 易阳康阳医院是一家大型三级综合医院,2016年开业,2022年整体收购并转置为易阳高新区国有医院。 此前,市委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市中心医院整合湖南康阳医院方案,以实现高质量发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